可以,可以嗎? 喔,玫瑰喔? 甜的耶 哇 我已經... 我好像只有國中週花過玫瑰了 我已經快問你玫瑰什麼 沒關係 喔,這個... 這個喔 葡萄花 我稍微在補充一下 三角都沒人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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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都拿走 環跳性子 就是... 比較高興就好了 這兩個字是什麼字啊 三角... 三角... ум有喔 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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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咬進走 這裡還在圓鼎 這裡還在圓鼎 有擅金的那個... 有很多的一次 那個... 還有比較 ProfSH!! 这个没有拍对不对 对 待会放到我们的清晰里面 看一下 因为像是好像老师染这里之后 我们没有拍 因为还没干 那重点就要趁湿了 程后阵 对 它不会搞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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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的色彩 撞树 所以我开棚这样回双吗 蛤 我开棚这样回双吗 我没有开棚 那你上一次不是有戴那個嗎? 不是啊 我們會再重新 不是不是 因為剛才那個感覺沒有差一點 那因為這個老師今天會 老師今天會一起上色嗎? 應該...我不知道 看... 看時間了 看時間了 不然就把這個完成了 戴... 以後看啦 沒有掛到這個 那你... 看我... 超硬啦 常常就是這樣旺了 然後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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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之前那個王老師他也畫得不錯 他也畫得不錯 我們在做的也有厲害的 是喔 當然啊 沒有關係喔 很好啦 那只是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所以你的都性格不一樣 薛老師這個是屬於 開點 所以老师下面那个是树吗? 对 这边是树胎点这样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山壁再加重一些 那这个 在春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把它提点一下 不用一定要到斩的时候再来 把这个东西都看不到 冷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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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确实 要在自己沾饱满 那水 你没事 现在会不会人来沾沫啊 这样他们会岔开 所以 其实调沫跟画彩色一样 你都是要把它调到 你觉得可以的 再下转 你看我刚刚 上完水之后 我都是淡沫 盘子里面本来就有淡沫了 所以我就不用重新拿 像他这一种就叫淡沫 那你当他上来的时候 在这个盘子旁边 看一下他的墨色 这个画下去的墨色就是 这样子 你画过来的墨色 大带啊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墨色 越挂掉越淡 你要再拿回来 你要画的时候要拿回来 好 这个墨色就是刚刚可以用来 这个按 按便了 然后要养成习惯就是画起笔 就要去调水 因为我们一定是越画越淡 只要你墨不要拿太多的情况之下 一定是越画越淡 我们的墨都拿在笔间而已 这样一边就会越掉了 对吧 碰的水 只能开始就越掉了 就会越画越淡 而且你不是只要一边 一边沾完 另外一边还有 所以你可以去全整这支笔 我说的就是说 这个水 跟石头的交界这个地方 你这样把它填满 这个水 就会轮廓 就会出现 像这个小细节 其实也相互到 跟这个也是一样 跟水交界 因为为什么会这个水 跟这个石头中间还会留一个白 就是最远的那个反光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层就是水 然后反光面跟石头的交界这个地方 就不能太多白了 然后再染上去 然后再来 这个房子我刚刚说 这个屋檐下是这里 屋檐下 这个也有一点点屋檐下 这个屋檐下 然后后面中一屋树 所以我们要把景深燃起来 这个其实我都每次话都会讲的 你会发现 听它就烂了 对啊 所以这个树这边就是这个房子 这边的景深 从这边开始要燃起来 到这里的时候 这块石头 这树 那旁 这边是干嘛 这就是烟雾 慢慢淘上去 再淡一点 对 好 这样留一点点小烟雾 然后我现在都用水把它抹过 那这样等一下就会平滑 好 石头跟树 中间 有没有 我这样燃起来 这个石头的轮廓湿出来 石头轮廓湿出来 这个颜色要比 这个颜色再 淺一点点 这个吗 对 你现在在染这个颜色 对 比它还要再深一点点就好了 好 不用比石头 增太多了 好 然后后面 其实我现在是很淡的 刚 这里的石头就很淡 好 然后穿在在里面的荫屋 这个等一下干掉 水线就不见了 好 然后刷起来 好 后面这边就接远山 就不用理它 这里已经够模糊了 所以我不用再染 好 我现在就是 往这个水 开始染 好 随便选一条 比如说这一条 照着你的 村 去染 不过 我现在的水 你会把那个 地体感呢 再染得更仔细一点 这个小小的,你知道,就这样刷过去,包括从这边,这个石头这边的边缘,从这边衍生上去,这个皮脂也有,你要把这条线做出来 好,那这条线来到这里,就消失了,跟它会流了,你不要再把它延伸下来,这样它就破坏掉这个整组的气势,之类的 好,你看,我会侧风相遇来,侧风 这个地方,边缘的地方比较整齐 刷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破坏,你看 不要整条都燃完,你要跳到旁边来 这到底都是你这样的 跳到旁边来 你看,我都是拿到这么淡 拿到这么淡 可是,这么淡,你发出来的时候,还有沐浴 还要有沐浴 你还要很黑的时候,黑到也要有沐浴 这样才叫做,有那个 在空沫 在把这个沫分出层次的感觉 不然就会变得很平淡 那因为,这个三水化的立体感,就是来自于这里 而且,你会用沐浴再做沐浴 那,你干了以后,好像是在你整个沐浴 结果都看不到 对啊 对 那表示,你的水分太多 因为它干掉之后 它会慢慢的,就是,深厚到其他地方去 那你速度不够的话,你说你一开始看,就是沐浴很好 可是,干掉之后,它就沾到旁边去 到你,就会变得很滑 那你水多的时候,当然,速度要稍微快一点 这个是可能要,要慢慢练习的 好,你看我都跳着跳着滑 好,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要 开始去把这个烟雾呢,塑形出来 好,这边,我们都知道这边有一块凸出来 所以这边要留一块白 所以,烟雾就会从这边开始 大约从这边开始 上下,先把它刷开 好,到这里的时候,也不要完全都把它载到底 然后,留一点点缝隙 然后,因为这边还有一股瀑布 然后,这里的速度都要快 你在下笔的时候,速度可以快一点 然后,可以慢慢的用这些水 你可以随便拿多一点 然后,去重叠它 你看,我水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很快 它会保留一点点它的笔触 跟默韵 如果你太慢的话呢 它就渲染开了 所以,整个就非常的模糊 好,我们是希望可以保留一点点笔触 这样,会比较精彩 它会有质感出来 好,放这边的双位 要有点上升 这里,还要再多做一小时 好,这样它这一股才要完整 然后,这块白的话呢 你就可以轻轻地把它刷掉 用纯水就好了 然后,这边是山边 所以,这里的白 也不会太多 用干净的水 轻轻地把它刷掉 好,而且这边有这个 那个,杂草嘛 其实也会有一些阴影 好,继续往下换 这里就像画鱼一样 的水 的水 好,因為這邊距離比較大,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螢幕稍微分層一下 這一層平的插過去 這裡你要小心,緊張的會刷刷刷很正面的,所以這裡的皮膚就會很平均 所以你要去注意 像我現在就是先用很淡的 幾乎都是水而已 如果你要讓它稍微再冷一點 就這樣 趁它濕的時候 再去點一下這個 這個角度的地方 好,那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再打算 這邊 好,這邊喔 已經沾了墨之後 側皮 側皮刷就好 這麼多,這邊要是 就要來看看 現在是很快 這應該有一些 這樣子 我們沒了 過幾乎 再加把這個 一點點 你快一點點 好,這裡的硬物先把它調上去 好,謝謝 這樣才能放一層一層往上 這個很遠 就這樣單刷 一定要撤去 因為撤去才會把那個墨硬出來 一直到 好 比較圓桶那邊 這樣畫清楚一點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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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变化变香 就是適当的留一些比较 kita可以把这部位的接触 再用烤黑一点 点一下 這個步驟 好像你們 通常都是讓我的作業 給我的作業 但是也不是說很重 對比之下的結果 如果說你們整體都比較黑的話 我當然就會用更黑的去壓下去 那淡一點的話就化淡一點 通常是說你們一定要考慮一下咬背之後的感覺 有一些咬出來可能會太重 現在我畫的時候這個都還是濕的 所以要把握那個時機 是很難看的 是不是很難看的 真的嗎 我們看來看 超級的 所以 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聊天吧